调魏武帝文 并续 陆基 云康八年 几时已台狼初补著作 游乎密格 而见魏武帝一令 泰然叹息 怀伤者久之 课曰 福始终者万物之大规 死生者性命之区域 施以临丧病而厚悲 读尘根而绝枯 今乃伤心百年之计 心哀无情之地 一者无乃之哀之可有 而为时情之可无虎 基达之曰 福日时游乎交分 山崩起乎修攘 以云树而移矣 然百姓怪焉者 岂不以资高明之志 而不免悲拙之累 据长安之事 而终应清离之患顾乎 福以回天岛日之力 而不能阵行海之内 既是疑难之志 而受困畏惑之下 以而隔乎上下者 藏于区区之木 光于四表者 一乎罪耳之土 雄心催于弱情 状途忠于哀智 长蒜趋于短日 远记顿于促路 悟乎 其特古史之义雀景 潜离之怪颓暗乎 观其所以顾命种四 宜谋四子 经国之列济远 龙家之训一丝 又云 无在君众持法事也 致小愤怒大过世 不当笑也 善乎达人之躺颜矣 持鸡女 而止记报以誓四子曰 以雷辱 淫气下 伤哉 能以天下自认 今以爱子托人 同乎尽者无余 而得乎亡者无存 然而 挽乱房踏之内 筹谋家人之物 则几乎密语 又曰 于节鱼寄人 接住同掘台 于台堂上十八尺床 会杖 朝不上腹背之数 月朝十五 则向杖作计 如等时时灯同掘台 望无西陵木田 又云 于乡可分与诸夫人 诸舍中无所为 学坐旅祖卖也 无立官所得寿 皆住藏中 无余依求可别为一藏 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继而静分眼 王者可以误求 存者可以误为 求与为其不良商户 悲负 爱有大而必是 物有甚而必得 智慧不能去其物 威力不能全其爱 故前时所不用心 而圣人喊严严 若乃细情累于物外 留曲念于归房 亦贤俊之所已废护 于是遂愤闷而陷掉云耳 解黄汉之墨序 知王徒之多为 诸重渊以御林 抚庆云而霞飞 运神道以再得 成灵风而山威 催群雄而奠基 举静敌其如矣 知八级以远略 必剪焉而厚随 离三才之缺点 起天地之尽为 举修网之绝技 扭大音之解晖 扫云雾以珍观 咬万徒而来归 披大德以弘腹 远日月而齐灰 既圆功于久友 故举世之所推 比人世之大造 俯何往而不争 将富贵于峻谷 己为山呼九天 狗里穷而幸尽 其长算之所言 勿临川之有备 故梁木其弊殿 当建安之三霸 时大命之所见 随光昭于囊载 将脱嫁于此年 为将神之绵渺 渺千载而远弃 信思物之谓丧 应灵福而在自 随龙飞于闻畅 匪王心之所谊 奋膝下意居履 素秦川而举齐 于浩精而不遇 临魏宾而有夷 即一日之云臭 弥四寻而成栽 永归徒以返佩 等小免而窃来 此落瑞而大见 指六君 曰念哉 以君王之鹤意 时中谷之所难 为先天而盖世 立荡海而跋山 为西险而伏济 抵河墙而不惨 每因祸以提福 以见威而必安 其在资而蒙昧 律金碧而无端 为屈命以怠难 统墨世而涌言 抚四子以身念 寻肤体而颓探 待淫味之未离 甲鱼西乎阴汉 执鸡女以贫促 执鸡豹而瘁焰 其冲金以乌叶 替垂节而完蓝 为帅律以静昧 为帅律以静媚 及弥天呼一观 自鸿杜之俊渺 壮大叶之允昌 死居中而叙使 命临墨而照扬 愿真令以忌论 远真令以忌毁 随在我而不脏 喜内顾之缠绵 恨莫命之微祥 欲广念于吕祖 臣清律于鱼香 结怡情之婉鱼 何命促而异常 臣法服于为座 陪窈窍于御房 宣备物于虚气 法哀阴于旧昌 脚妻容以腹结 眼灵类而渐伤 物无威而不存 体无惠而不亡 属圣灵之想象 想忧神之复光 高行生之一末 随阴景其必藏 悔清闲而独奏 见腐背而水长 道会仗之明末 远西灵之茫茫 等掘台而裙碑 助美目其何望 既西谷已以垒 信简里而伯藏 必求福于何有 以晨磅于厚王 解大恋之所存 顾虽折而不忘 懒疑即以凯康 显滋闻而欺伤 敬称布 Lynn